大家好,我是游子 休息了一天,外面又下起雨了 我去花园里看了一看 今天有朋友问我 这个韭菜到底是 哪里买的韭菜籽比较好 然后韭菜根好 还是买韭菜籽好 这是我买的紫韭菜 这个紫韭菜已经快两年了 现在它已经没有那么壮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让它种了九黄 然后又采了它的韭菜籽 它的籽就是这一盆的韭菜苗 这是它的孩子 刚刚发的第一批 我还没捡过,第一批的苗 但是呢,我已经分给两个朋友了 所以现在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多了 开始的时候是密密麻麻的 长的这一盆 然后呢,我得把它剪 最少要剪它三四次 差不多半年了才能长到 跟它妈那么壮 然后剪的时候一定要贴地面剪 剪完了马上就浇一层什么 牛粪啊,或者是鸡粪啊,或者是 蚯蚓粪啊,就是要给它营养 韭菜就是要水 还有肥跟太阳 然后到第二天才浇水 这样,盖的那个土啊,盖的那个肥啊 最好是把这个表面啊,都看不到韭菜根了 就是表面全部遮上 这样的肥才足 然后它第二第三天 它自己会穿出那个土面 这样的韭菜它就会越减越肥 但是到了它两三年以后呢 就像那盆 他妈的韭菜了 就是 长得有点稀稀拉拉了 但这个韭菜 我已经是分过韭菜根给别人了 那接下来它就是一搓韭菜里面 就有些小的苗发出来 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 你必须得把它全部挖出来 然后呢,它的根绪会很长 就是越下面的根啊 就是越老的根绪 你也得把它剪掉 剪到就是留那么一英寸的根绪 然后再把它分了 再种回这个盆里面 然后把这个盆呢 的土全部倒出来 放新的土 有营养的新土 这样呢,它就会又茂盛起来 所以韭菜你种一次啊 两三年你要换一下盆 换一下根 它一直是可以吃下去的 我现在种的这个第一次苗的这个韭菜根呢 我已经送了大概四个朋友了 但是,我都担心它们有可能会养不好 因为什么,你看嘛 这是另外一盆啊 很稀的 就看上去比葱还细 但要有信心 你就这样换 换一次它就壮一点 换一次壮一点 不要灰心 只要你每一次换 给它足够的肥料 然后第二天给它足够的水分 然后给它足够的太阳 它就会长得很好 而且换一次比一次好 韭菜开始这种稀稀拉拉的样子是不太好看的 但是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啊 一定会长得很壮的 然后长了差不多一年以后吧 你看那韭菜比较宽呢 你就可以再种一次韭黄 但是说实在的 种一次韭黄啊 就很损伤这个韭菜的原来的那个力度 它有可能就是再长韭菜就比较弱 但是没有关系的 你给它肥再剪 然后再把它的根挖出来 再把它重新再摘一次 它会长得很好的 哇,你看看这颗青菜 现在长成菜苔了 这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 看到吗 哎呀,明后天可以有美味可以吃了 你看这个是铜蒿 这边的季菜又可以拔了 我上次拔了一半的季菜还在冰箱里呢 这个是一盆鸡毛菜 长那么多 然后芹菜 我前天嘛 对,两天前摘的 还没吃完呢 你看,它又长出来那么好 所以说芹菜一定要有水 再看看这盆生菜 它是玻璃菜啊 我跟你说 一片叶子长得差不多 有十英寸那么长 好大一盆哦 好大一盆哦 太棒了 我这个喜欢吃菜的人真的 就像老鼠掉的米缸里一样了 看看这个鸡毛菜 长得多旺盛啊 但是一定要注意 经常来看看有没有虫 真的,一颗虫就可以把你这一盆一晚上全部吃完 所以一定要小心 今天一天 今天一天我就吃这一盆生菜 但是虽然是都是绿叶菜吧 但是还是有蛋白质的 因为我放了鸡蛋 另外我买了好多 Avocado 把它切成一片片 我大概放了六个吧 因为它是很小的那种 有机牛油果 然后我还放了黄瓜 这个小黄瓜 小黄瓜还是很甜的 然后它也 它说也是有机的嘛 所以我再放了两根黄瓜 然后给Sam拿了一碗出来 因为他说他要吃橄榄油 然后我是因为吃不惯那个橄榄油 所以我还是浇了意大利汁 再加了一些小饼干 这个是专门他们放在沙拉里的 然后再放了大概两条吧 这个Green Cheese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Green Cheese 然后把它彻底挑匀 这一大盆我吃了一天 如果你家里有好多人的话 做这么一个生菜 又健康 然后所有的Protein也有了 如果你是减肥的话 除了不要放我这个意大利酱 你就放一点点橄榄油 一点点盐 一点点胡椒粉 一点点白醋 调一下就是非常好吃 而且也是很健康的 有朋友问我 像你这样的壶 如果有水沟 你是怎么清洗的 我是很简单的 就放一点白醋 然后你就这样晃 你就会看到 从玻璃上 还有下面这个 一层里边出现 慢慢的就出现 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把那个水无沟 给去除了 差不多我就这样晃了 也就是十分钟这样吧 然后我就放在那里 不去动它了 然后再清洗一下 你看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用的醋最好是白醋 这样你能看得更清楚 那些脏的东西怎么下来的 我经常都要做这个动作 来清洗我的热水壶 那现在再来看看这个豆浆鸡 因为我经常会煮一米 一米是它有一点米的感觉嘛 所以它容易在下面会起一层 焦焦黄黄的这个污垢 这个就比较难洗 我用醋也泡了 然后我用柠檬也泡了 很难就是洗掉这底下的东西 一定要用一种比较硬的东西去搓它 才可以把它搓掉 一般我是用醋泡好了以后 我就不去动它了 它即使有一层这样焦焦的黄黄的 我也不去硬去搓它 因为我觉得一个呢 它因为有刀在嘛 不太好搓 所以醋能够泡掉的一些污垢 就是水垢 我就不去管它那么多了 这个就像跟一般的锅 你要是用久了 它也会有这种很深的这种颜色 或者焦的这种颜色在那里 你要清洗的话 只有这种化学用品才能清洗掉 但是我觉得不妨我 在做新的饮料 所以我就不去动它 因为化学成分的这些东西吧 总会洗不干净 然后吃下去不是很好 你看这个下面我是用醋 给它泡的 看看如果我用硬一点的钢丝球 刷刷看能不能刷掉它 刚刚我是用那个钢丝 你看搓了一下 它还是能搓掉的 但是这个钢丝一直勾在那个刀上面 然后我的手也是会碰到那个刀 很危险 所以我就停止了 其实也无所谓 就是有点这样的污沟 也没有关系 除非你用化学的产品 像他们喷那个Oven这个药水 喷一下 它有可能这个污沟就会下来 但是我不愿意用化学的东西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 就是有机的方法 就在下面留言 让我也来试试 虽然不是很重要吧 但是如果有好的方法的话 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用一下 好像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关注 感谢观看